来源 凤凰网 风暴言 受9月份多项利好政策的驱动 国庆假期前后 股市终于迎来了一波期待已久的上扬行情 尽管近两天市场略有波动 气氛稍显沉闷 但这很可能只是汹涌行情中的一个小波折 不少人认为 从整体趋势来看 当前市场依然处于一个大幅上升 或整体向好的大行情之中 那些早期敏锐洞察时机 在股市中斩获颇丰的投资者 其消费行为已发生显著转变 个人财富的激增 如同一股强大的动力 不仅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消费热情 更赋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购买力 黄金珠宝行业掀起了一股增长浪潮 随着财富的增加 一部分人开始涉足那些 以往不敢轻易触碰的高消费领域 例如股玩收藏 甚至有人敢于在金价飙升时 购买黄金珠宝 我们通过与一些珠宝店主及股民交流 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趋势 以下是他们的字数 0.1 店里成交的顾客有一半是股民 坐标济南有两家珠宝店 我和我父母分别经营着一家珠宝门店 两家店铺加起来 差不多涵盖了市面上所有的珠宝黄金品类 当前珠宝黄金市场的环境并不容乐观 一方面金价太高 很多人不敢买 另一方面竞争太激烈了 一座小县城里都可能有十几家门店 但随着股市的上涨 国庆假期前后 我们的店铺也热闹了起来 尽管不是在商场等传统意义的好位置 每天客流量也有五六十人 成交量攀升至约十单 与往常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而这十单中有一半是由股民贡献 在与这些顾客的交流中 我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喜悦 许多人坦言终于 我弥补了之前的亏损 这值得好好庆祝 得买点什么来纪念一下 他们或许曾经历亏损的困境 但就在这短短的数日里 不仅成功扭转了局势 还实现了额外的收益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 股市与消费之间的紧密联系 股市的上涨不仅意味着财富的累积 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有顾客打算为即将出生的孩子 购买一把金锁 以寄托美好的祝愿 我生怕这高昂的金价 会让他打消念头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说了句 金价确实涨了不少 如果早几个月来买 或许能省下不少钱 但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 他非但没有丝毫犹豫 反而爽快地说 没关系股票买单 通常情况下 普通顾客可能会选择购买七八克的金锁 但这位顾客却挑选了一个 重达十二点二克的金锁 总价高达七千六百多元 我们的店铺里除了黄金外 还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珠宝 钻戒等饰品 但我发现股民们在消费时似乎对黄金有着特别的偏爱 而且他们购买的一般是偏重的黄金饰品 比如二三十克的金手镯等 放在过去 很多人会购买一克的小金豆作为投资或纪念 我们两个店铺都是经营黄金为主 我父母卖玉石 我的店铺主要是卖钻戒 珍珠 银饰 水晶等 现在也不得不根据顾客的需求调整 增加黄金饰品的摆放 当然 股市与黄金之间的流动并非单向的 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攀升 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考虑在高位套现 然后将资金投入股市以追求更高的收益 店里每天都接待了不少前来咨询黄金套现的顾客 他们希望抓住股市的下一步行情 就我个人而言 没有参与股市投资 我们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黄金上 当然 我们也会密切关注股市的动向 我们并不会极度别人赚到钱 因为只有别人挣钱了 才会有更多的消费需求释放 进而可能选择来我们的店铺消费 现在的市场逻辑就是这样 股市行情好 投资者们手头宽裕了 自然就更愿意消费 他们的消费带动了各行各业的繁荣 也为我们珠宝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比如 有人赚钱后去旅游 导游就能挣到钱 导游挣到钱了 可能就会来找我们买珠宝 作为奖励或纪念 这个钱就像水一样 在经济体系中流动 先滋润了前面的行业 最后才能流到我们这里来 因此 我们处在经济金字塔的较底层 需要等待整体经济环境改善 大家都有了先前 才会想到来我们这里消费 所以 我希望股市能一直涨下去 为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和机遇 也给我们行业带来更旺盛的消费需求 赢啊 股市赚钱后 花两三万去买股丸 坐标河南 资深股民 股丸爱好者 我炒股也有七八年了 这一兴趣主要源自父亲的影响 在最近这波股市上涨的前几个月 我将手中的闲置资金投入股市 没想到会遇到这波上涨行情 也真让我赚了点 差不多有五六万的收益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这两天 行业虽然有波动 但我也及时调整了手中持有股票 整体还是赚的 反正我觉得能赚钱就行 总比亏了墙 从股市中赚到了钱 我决定给自己一点奖励 于是 在国庆假期期间 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前往西安游玩 在旅途中 我出手比以往更加大方 在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时 我特意花费三百元 聘请了一位讲解员 还购买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 并品尝了众多当地特色小吃 西安的著名景点 如大雁塔 城墙 鼓楼 钟楼 碑林博物馆等 我们都一一游览 遗憾的是 兵马俑和华清宫没有约上 整个四天形成下来 我大约花费了一万元 以前肯定不敢花这么多 更重要的是 我现在有多余的资金 为我的爱好投资了 我平时对文丸就比较感兴趣 闲暇时喜欢去古丸城和拍卖会逛逛 也看到过一些心仪的文丸 水晶玉器等 但考虑到手里资金有限 之前一直没有下手 但这次 我花了两万多元 购得了几件心仪的古丸 包括水晶 玉器等 也算心满意足 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 在朋友圈里 一些股玩店主发朋友圈宣传时 会提到股票都赚钱了 白开一单 起初我以为 这只是他们紧跟实施的营销策略 没想到问了几个老板后 他们透露 确实有一些股民 在股市获利后前来消费 大约占客户总数的十分之一 加德拍卖也安排了国庆的场次 我当时对其中两件拍品非常感兴趣 一是一件预乐配以一枚预出 另一则是包含两件预决的组合 我当时预计 前者的价格大约在三万港元 而后者则应在2.3万港元附近 第一件拍品以6.24万港元成交 第二件则达到了3.6万港元 我想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在股市中赚到了钱 才把价格推得这么高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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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